我們現在開始上個東西叫做水圈 我們要先教一些水的分布跟水循環 水圈在這裡會考現在幾乎是不會考 因為它把內容改了以後可以考的東西很少 但是水循環算是勉強可以考的內容 但是應該考了好幾次了 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考才好 第一個就是地球外觀 看到有白白的、藍藍的 我們習慣上說那個白白的叫做雲 來來來來叫做海 這句話有問題 不過我們國中生就當做不知道就好了 來來來就是海 白白的就是雲 OK 那麼這個呢 這個地理層教過了 地球上表面上大部分都是海洋 大概百分之七十、七十一都被海水覆蓋 就表示好像水好多好多的樣子 那麼太陽系裡面 地球是一個很special很特別的星球 因為它有兩個別的星球沒有 或者是很少有東攻 第一個它有少見的液態水 別的星球的要嘛就是固態的冰 要嘛就是氣體的水蒸氣 很少有液態水 位置很少有液態水 還有我們有元素氧 不是氧化鐵的氧喔 氧化鐵你氧化過了 是元素氧 那麼元素氧 這兩個東西呢都跟生命有很大的關聯 我們在地球上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非常酸、非常鹼、溫度非常高 或溫度非常低或者壓力非常大 你覺得不會有玩意兒能夠活在那裡的地方 我們都發現了生命的蹤跡 共同特徵都是都有液態水 所以液態水對生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氧氣、元素氧 就會進行好多的化學變化 然後提供我們生存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這兩個東西都對生命的生存有很重要的關係 那我們要講的是水 水呢有很多的特點 李華老師基本上都教過了 第一個是水是地球上唯一可以三項存在 不需要人工的處理 自然界就有所謂的氣態的水蒸氣 液體的水跟固體的冰 然後就會衍生出我們當我會講到的水循環 所以它是唯一可以三項存在的物質 李華老師告訴過你它有很高的氣化熱 李華老師告訴你它有很高的比熱 很高的比熱 然後呢它的固體的密度比較小會浮在上面 這些事情加起來就會造成一個效果 它可以調節地球的熱能量 它可以吸很多的熱溫度不太上升 放很多的熱溫度不太下降 所以你們地裡有交流什麼海洋氣候什麼之類對不對 還有一些特點就是因為海水可以吸好多的熱溫度不上升 放好多的熱溫度不下降 同時呢水這玩意兒可以溶解很多的物質 不管是這個還是那個它溶解好多 當然不是全部啦 它溶解好多 也因此造成一個效果就是 它有還不錯的自浸能力 什麼叫做自浸能力 就是自己把自己變乾淨 它透過這個水循環透過喇喇那些方法 然後讓那個髒東西的影響能夠降低 所以叫做自浸能力 當然它也不是無限大 所以太過分它還是這樣會髒掉 所以水有很特別的狀況 很特別的狀況 那麼我們要叫做水圈 我們的水圈基本上包括你看得到的那些水 包括海水、河水、湖水、冰川這個通通都算在水圈的範圍內 只有一個我們不算在水圈之內 就是空氣中的水 空氣中的水我們要放在大氣裡面來討論 我們沒有放在水圈來討論 那麼這個看一看就可以了 這個是要告訴你它的比例不用背 不用背 多少比例是不用背的 不知道你對不對 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要曉得的是水資源 這個海水跟海冰 剛剛講海水了 冰不見得是鹹的 海水跟海冰基本上鹹的 海水覆蓋了百分之七十 但它是鹹的不能喝 所以不能用 冰川通常都太遠 用不大 除非你這是尼泊爾人 站在高山上 那你才可能用到冰川的水 否則一般人這個用不到 所以這個都不算是我們的水資源 我們的水資源是包括了 地下水跟地表水 就這兩個 地下水跟地表水 另外一個河水跟湖水 然後呢兩個加起來大概是百分之零點四 百分之零點四呢大約是250分之一 我們約列算就是256分之一 所以呢我們的舊課本有一個活動 我們的舊課本有一個活動 要你哪一塊蛋糕 長型的比較好做 切一半 二分之一 再切一半 四分之一 再切一半 八分之一 哪一塊蛋糕總共切八次 一半 一半 再一半 再一半 切完八次之後 那一片就是你可以吃的 全世界的水這麼多 你能夠用水資源非常的稀少 你能夠用水資源非常的稀少 雖然你覺得地球上的水一坨拉苦 但是你能夠用的水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那叫做水資源包括了地下水跟地表水 然後看一眼誰多 看一眼地下水多還是地表水多 然後呢更慘的事情是 那叫做水資源包括了地下水跟地表水 如果你把那個水弄髒了 誰會給你乾淨的水 空氣的水 空氣的水蒸餾過啊 乾淨的嘛 所以空氣的水是乾淨的 然後落下來就是乾淨的水 假設這樣子 沒有什麼污染的問題 乾淨的水 它只有多少 十萬分之一 十萬分之一 所以你弄髒了就麻煩 你弄髒就麻煩 能夠給你乾淨的水很少 好 他們就要背這件事 好 這裡看完之後就背這件事 這件事我未來會再問一次 這次是第一次基本上我講 下次我就要問你 看在表格裡面誰是最多的水 海水很好 第二個問題 誰是最多的淡水 不是 冰川 冰川 南亞國中考試考過一級 請問你 最多的淡水 用哪一種狀態存在 固態、液態、氣態 固態、冰 可是我們多兩個字 誰是最多的淡水資源 地下水 多兩個字 最多的淡水資源是地下水 地下水比河水、湖水來得多 河水來得多 所以請你背下來 然後考試的時候看清楚 人家是問最多的淡水 還是問最多的淡水資源 兩個答案不一樣 OK 請你把它看好 欣賞完 欣賞完 把它背起來 這個事情 我 後面馬上 就會再問你一次 請你把它背好 OK